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村里的这个水量就很小 有时候甚至一点水都没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村里缺水的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如此奇怪呢 旅粮市柳林县陈家湾乡雁炉村 是一个自然村 隶属于双卜举村 雁炉村海拔一千多米 山路崎岖位置偏远 大概有三百多人 村民说 很早以前 村里在北边山沟打了一口深井 大概是六七年前 被山沟里的一家石料厂损坏 于是石料厂又和村委 一起打了另外一口深井 但是深井打好之后 村里吃水就不方便了 这种村里打得不接 我炒好了还没弄了 不炒了不弄 那你家是小学吃了 我爹又暖不久 吃了我都在关了 厂子一开始一用水 咱们就吃不上水了 哦是 草州里边开了 就是草州里边用水 站上去去的 他们没水了 换样了 换样了下去炒了 下面有没有水流 是还有个山草 有几家花也几家出水 村民说 其实石料厂生产 用不了多少水 主要是洗沙场洗沙 用水量大 经过大量抽水 导致了水位下降 所以村里的水量 也就跟着变少了 洗沙场 他们也是要那个水了 也是要那个水了 小弟就是那个 原来没有 以后那个水掉 他们也就是 他是估计着 也是沙场 他们这个是 这个少了 原来吃不少 现在吃少了 现在有水了 哦有水了 这水不没污染吗 不污染 水清的了 它水后之后 我们看到 现在 雁炉村的村民家里 都是有水的 村民们说 今年九月前后 政府再一次 修缮用水管道 这才基本上解决了 村里的吃水难题 我们了解到 雁炉村之前 吃水困难 是因为村子北边 山沟里的一些 食料厂 洗沙场 生产所影响 经过村民们的反应 现在村里的吃水问题 有了改善 我们的记者 来的当天 并没有看到 村里缺水的情况 这时有村民说了 除了吃水问题之外 村里的这个环境 还是迟迟得不到改善 村民们说 村子北边的山沟里 有三四家食料厂 五六家洗沙场 即便是村子地势这么高 也能受到影响 我们站在雁炉村北边 向山沟望去 的确可以看到 大大小小 颜色不一的厂房 及机械设备 山坡上的皮带运输机 蜿蜒曲折 山沟下边 露天堆放着 大量杀石 原来这些设备 都属于不同的工厂 而且大部分工厂 现在已经关停 那么村里的污染源 究竟从何而来呢 基本上是在厕城的族馆了 现在开的一辆家 汽上的时候原料的拿着来了 拿着来了 他这边也不咋变 黄液光了或者是 找一段个光了就和商派就不行了 洗完了直接就从那个口子里面拍好走 郭师傅说 之前多家工厂同时生产经营 阳尘漫天 污水横流的情况时有发生 现在大部分工厂已经停产 仅有一家洗沙企业 但环境污染问题依然存在 让郭师傅无奈的是 这家洗沙厂和执法部门 打起了游击站 只要有人反映问题 举报洗沙厂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这家洗沙厂就停止生产 用不了几天又会继续作业 一旦到了节假日 夜晚等时间段 这家洗沙厂就会加紧生产 大量囤货 村民们说 之前村里经常停水 他们排除了其他已经停产的工厂之后 确定了是这家洗沙厂 使用村里的水井里的水洗沙所导致 而且该洗沙厂露天堆放大量沙石 环保问题突出 很可能涉嫌手需不全 违规生产 那么事实真如村民们所说的这样吗 我们的记者经过调查了解 又会发现什么呢 洗沙厂经营多年 究竟有没有资质 藏在山沟里的洗沙厂 竟然这样排污 停产了的沙厂会不会再经营 发不了我 这个要做沙厂那么多 难以取缔的洗沙厂 村民们说 从村里直接进入北边山沟的旧道路 多年前就已经被山沟里的几家工厂损毁 这时 燕炉村的一位村民刘师傅说 他可以带我们绕行村西边的307国道 由西向东 进入燕炉村北边山沟 我们看到 山沟道路坑挖不平 道路两边 大小不一的生产企业均已停产 行驶了10分钟左右 我们来到了村民们所说的这家洗沙厂附近 村民们说 该洗沙厂手续不全 可以说是黑工厂 那么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呢 记者调查这天 这家洗沙厂并没有生产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洗沙厂内露天堆放着大量洗好的沙石成品 体量大概能达到8000吨左右 村民们说 最近正好下的雪空气湿润 要是以往空气干燥的时候 只要一刮风 阳沉是很大的 刘师傅说 洗沙厂使用的原料 是从石料厂里拉过来的 工人将石料放入洗沙设备 再从深井将水引入进行洗血 最终将沙石成品售卖 像这种小规模的洗沙厂 往往使用两三名工人 就可以进行作业 设备简陋 安全堪忧 村民刘师傅说 该洗沙厂 洗沙产生的污水 最终都会排进三川河 事实是否如此呢 村民刘师傅说 到了晚上 洗沙厂可能会开始作业 11月20号晚上9点左右 我们再次来到了洗沙厂附近 今天都现在没有生产 拍得已经拍不见了 今天也没有生产 11月20号 21号夜晚 记者两次来到这家洗沙厂附近 等待了一个多小时 但都没有看到该洗沙厂进行生产 这家洗沙厂的位置 基本上就在燕卢村的正下方 记者调查的这天 沙厂内并没有工人作业 刘师傅告诉我们 洗沙厂应该是在等待 沙石成品 售卖完之后 才会进一步开工 记者在洗沙厂内 并没有看到沙厂名牌 所以我们暂时也无法了解 该洗沙厂的企业资质 但是根据调查 我们发现了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 洗沙厂紧临山坡 没有防护措施 设备安装简陋 安全引发较大 第二 环保设施不全 沙石露天堆放 洗沙污水可能存在直排的情况 村民们说 该洗沙厂 占地大概有四亩左右 这个占地手续 可能也存在问题 为了了解洗沙厂的情况 我们电话联系到了 洗沙厂的负责人 约定了见面的地点 洗沙厂的负责人说 他的这家洗沙厂 没有注册公司名称 那么 该洗沙厂究竟存不存在 销售杀石的情况呢 洗沙厂负责人说 现在堆放在这里的沙石 是公网一家搅拌站的 最近之所以不生产 除了因为沙厂面积不够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按照洗沙厂负责人的说法 他的这家洗沙厂手续不全 所以会间歇性停产 那既然是这样的情况 该沙厂又是如何销售杀石的呢 看来啊 从生产到销售 这位洗沙厂的负责人都有他自己的办法 也的确是和这个执法部门在打游击战 如果没有检查的话 沙厂就会生产 生产出的成品呢会进行销售 如果有客户需要发票 他也可以通过其他公司 其他办法去提供 这不 最近呢 这位负责人啊 又有计划了 原料已经备好 看来这位负责人 又准备选择合适的机会 开始生产了 那么生产时 该洗沙厂用的又是哪儿的水呢 这地方有水呢 有了 打了个小鸟 打了去 洗完了那河水走哪儿 河水走哪儿 河水走哪儿去别了 对 从个路上就下 路上有管了 有管了 从那个车里边上里去了 进了河里 没有 本来不敢讲车 讲你车怎么办 对 就是可能也是那个狗里 它能从那个里边进去了 那我们就沙水地下 对对对 它进这边 由于没有排水渠 洗沙厂生产时产生的污水 都被直接排到了路面上 山沟的路面呢 东高西低 污水会一直向西流走 之前就有村民反映 这条山沟里的路上呀 经常是有水的 要是洗沙厂正在生产 污水流经路面 那么小车通行呢 会十分困难 大货车通行之后呢 会把路面损坏 导致路面的破损程度 越来越严重 通过渗渠 渗井 渗透池等 向地下直接排放工业污水 废水 将对地下水造成直接的污染 如果这家洗沙厂的情况 真如负责人所说 手续不全 排污不合规 难道他就不怕 相关部门进行查处吗 大了全了 我各自发救你了 那你们这关系还可以 那一发救你了 关不了我 这个要做啥那么多 那能管呢 其实这个 那个房子里 这个 据洗沙厂负责人说 这个山沟里的其他企业 没有手续 他也是在断断续续 偷偷摸摸地干 原来是这道口了 其实都是没有 那个挖沙的那些手续 全部关系 目前为止 我们调查了解到 位于燕炉村正下方的 这家洗沙厂 手续不齐全 可能存在违规生产经营 而且呢 存在安全隐患 环保问题 同时 燕炉村村北的 这条山沟里 存在多家工厂企业 这些企业停产后的 设施设备 厂房机械 是否应该及时地清理 消除安全隐患呢 对于这样的情况 当地的相关部门 又是如何监管的呢 洗沙厂资质 是否齐全 大概怎么要办 我们要扬小 起立麻烦之家 违规行为 又该如何进行查处 多部门联动 加强监管 洗沙乱象 难以取地的 洗沙厂 为了了解 旅梁市柳林县 陈嘉湾乡 雁炉村的这家洗沙厂的 企业资质 我们来到了 旅梁市柳林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 主管部门 发监业需抗证 我们有这个 茄子需抗的 就是我们监管 还有个主管部门 我们是 不是主管 看看那有没有 我们是监管 一直都不在我们这儿当记 他是在相当审审批局的 这样就被案 不被案 随后 我们的记者 来到了 旅梁市柳林县 行政审批管理局 了解情况 像这会儿 洗沙厂企业 有手续的 有没有 有几家 哎呀 这个 那个沟里 我 老家 我们这里的国导 是迟 还有个体 农苗转 或者不在我这里 大概是没有办 我就没养小 细里我们要办 这家 现在 要怎么办 目前我们了解到 位于旅梁市柳林县 陈家湾乡 雁炉村附近的 这家洗沙厂 没有经过审批 可能没有营业执照 那么 该洗沙厂 露天堆放沙石 洗沙污水 直排的情况 环保部门 又是否知情呢 为了了解情况 我们来到了 旅梁市生态环境局 柳林分局 按照他们正常标准 他这个 洗完沙的水 能直排下落 他的洗的第一 洗的那个沙放 跟沙放 自己的那帅的那个 碳水 干 你想往水的检测 怎么来着 就叫包括这些东西 像您看 就是正规洗沙 企业 污水可以直排 他应该是 撑地以后 再欢迎 旅梁市生态环境局 柳林分局的 王局长说 洗沙 污水直排 的确不符合 环保要求 露天堆放沙石 也属于违规行为 既然 这家洗沙厂 存在环保问题 那么环保部门 有无监管措施呢 我所说的这个企业 有没有防瓶手续 没有防瓶手续 就没有手续 我现在既然他 家伙他没有手续 我都让他听 他不三天了就吼了 感觉他有头的 设备 用具不需要拆 他没有那些警力 那些子警 把他的设备怎么样 设备不拆 那不过了一个月 又死会复燃了 旅良市生态环境局 柳林分局的王局长说 只要企业停产 没有污染 就是可以的 但是 像该洗沙厂 不定期 偷偷生产的情况 又该怎样杜绝呢 没有一个相应的 监管措施 执法措施 他就是很可能 在死会复燃 就即便是你查管他 他自己说 他都干了八九年 偷偷干了八九年 你们这边就不知道 八九年间 往不再回歧 你说个别的吧 他说的别的这些事情 你们调查取证的话 不用问谁 调查取证 我们不是凭我们的影像指标 就是说他现在不上场 这个就没有毛病了 你这个起 我们讲到现在去查了 就不错在这个 是 你们每次去查人家都听 村里的人也打过环保局报电话 一打电话人家就听 这是因为啥 这个我还想去那边说什么 这个我觉得咱们应该好好查一下 之前洗沙场的负责人也说过 他经营洗沙场多年 期间都是躲着执法部门在生产 那么这究竟是相关部门的监管缺失 还是该洗沙场太过狡猾呢 再次查处官庭违规企业 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死灰复燃 又该怎么办呢 我去看看 我先找先找去看看 吕良市生态环境局柳林分局的王局长表示 下一步 他会安排执法人员实地调查 尽快查处违法违规现象 除此之外 该洗沙场的占地问题又是否合规呢 为了了解情况 我们来到了吕良市柳林县自然资源局 由于我们暂时无法获取到 洗沙场的更多企业信息 所以该洗沙场的占地情况 还需要国土部门工作人员进一步调查 最后我们又将洗沙场周围没有泄洪区 设施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反映到了吕良市柳林县应急管理局 我想问一下 他有没有在应急管理局这边备案 没有 没有备案 安全的设备案 也不是我们手上 又要是大家的设计 假如说他没有手续的话 咱们应急管理局检不检查他安全生产 我们就是不是介绍这些设备 吕良市柳林县应急管理局的康局长说 没有手续的企业并不在他们的日常监管范围之内 但是该洗沙场可能会影响泄洪 消防设施生产设备均难以达到安全生产标准 应急管理局真的不能对其进行监管吧 他去看一看 行不行 一不是上屁行业 业12许多 上流节 然后主管单位是虚强 麻辣12许多 情况一样也虚强去提 我在具体到的地方 我才能看到真实情况 他那有好多家企业 但是大多数已经停产 停产企业它这个 现在这个地方 等待资源整合 资源整合这个事情呢 就是市里面统一安排 根据我们目前所调查到的情况 吕良市柳林县 陈家湾乡 燕炉村的这家洗沙场 手续不全 存在环保问题 与安全生产问题 占地问题呢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安全生产是企业的宗旨 保护环境 更是企业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 违规企业需要进一步规范 违法经营行为呢 也应该依法被查处 我们也期待相关部门的铁腕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